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犯罪电影《信任》 讲述了叛逆女孩安妮在网上聊天的过程中 爱上了大叔查理 安妮的父亲在得知女儿被性侵后 不断拯救女儿的故事 影片开始 14岁的女生安妮有个幸福的家庭 像所有青少年一样 安妮也喜欢网络聊天 她在网上挟识了一个叫查理的16岁少年 两个人聊得火热 爸爸知道安妮网聊的事情 不过也没太上心 渐渐的安妮喜欢上了查理 但是很快查理就向安妮坦白了一件事 原来她并非16岁 而是已经20岁了 正在读大二 安妮有点吃惊 不过又一想 男生大点好像也无所谓 她向查理表示自己还是喜欢她 俩人继续火热的聊了一阵后 查理又告诉她 其实她已经25岁了 这下安妮真的有点生气了 查理马上打电话过来解释 并提出要见面 安妮当然同意了 第二天安妮来到约定的地方 但是赴约的却不是25岁的帅哥查理 而是一个中年大叔 安妮这下懵了 但是大叔很会欢迎巧语 她对安妮说年龄不是问题 她还是那个查理 安妮太单纯了 居然相信了 两人吃了点东西后 安妮就跟随大叔来到了宾馆 换上了大叔为她准备好的性感内衣 然后大叔就强迫安妮与自己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安妮来到学校闷闷不乐 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闺蜜那天在商场里 看到了自己和大叔在一起的事情 闺蜜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师 老师直接报了警 这下安妮直接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父母也都知道了 感到医院的安妮爸爸十分的愤怒 警察希望安妮配合 调查出这位强奸犯的具体位置 但是安妮却并不认为大叔是强奸犯 他认为大叔是真的爱他 他还怪随警察和父母 使大叔误会了自己 这天安妮爸爸从警察那里 偷到了安妮与大叔的聊天记录 看着宝贝女儿写的那些露骨的情话 爸爸彻底崩溃了 他假扮青春少女在网上供应大叔 希望可以引他出来 与此同时 安妮与周边所有的人关系都决裂了 他还在为大叔开脱 并固执地认为 大叔不是他们口中的那个强奸犯 叛逆的少女让爸爸很是心疼 很是伤心 直到DNA的对比结果出来 大叔确实是强奸犯 还是惯犯 安妮的心理世界彻底崩塌了 他不相信 那个说他是唯一的男人 怎么会是强奸犯呢 然而祸不单行 闺蜜告诉安妮 她的裸照被上传到了网上 心有死灰的安妮回到家 准备吃安眠药自杀 被父母及时地救下 一天清晨 安妮看到院子里一夜未睡的父亲 顿时觉得十分的心酸 父亲跟安妮说了许多心理话 父女二人终于敞开了心扉 解开了心结 一边哭着一边抱在了一起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不仅表达了互联网时代 人们应该更好地提高警惕 还很好的表现出了青少年 由于青春期的懵懂 以及叛逆而与父母之间产生的矛盾 而发生问题时 沟通和信任无疑是最重要的 当孩子犯了错误 也许一味地指责 反而会适得其反 只有给予更多的关心 理解与信任 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